擺脫上一場輸球的陰霾 高師大今天在與台一大的比賽中 找回平日強悍的打球節奏 雖然對手一路緊咬比數 但中鋒黃偉誠和後衛王子剛 在決勝節挺身而出 連續在內外線得手 幫助球隊取得雙位數領先 儘管台一大企圖反撲 但後繼無力 中場高師大就以89比84勝出 看到子弟兵再度贏球 總教練徐耀輝終於笑了 高師大以氣 一勝一敗的戰績 成為一手大學後 第二支提早晉級決賽的隊伍 面對強敵環絲的六場賽 總教練希望只要球員們保持拼勁 贏球不是問題